大家好 歡迎回來這個白冰電台的感情問題 一直在談天光 名字很長 我又打錯了集數名 待會我會更新的 今天是第21集 不經不覺 三個馬路 糾合了21個星期 21星期也很好笑 再補一個就可以生一個小朋友出來 生一個寶寶出來 幾個男人不要搞這些 我們今天看到的封面是關於日本字的 為什麼呢 但是不是天命的專長 我們今天不講AV的 行不行 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走了 是的 今天我們不講AV 但都要關於日本的原因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有 咦 我們先介紹了現在有誰在 有我爆冰 有天命 當然有光哥 還有這個叫什麼 謎之嘉賓 這個叫做 稍後再介紹我們先講一個封面 我們封面就有長日正美在這裏 是我本人喜歡的 不是邀請到他的話 不是長日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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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一位呢 他是叫做 阿伊巴 阿拉斯的其中一個成員 什麼來的 中東佬來的 阿拉斯的 阿拉斯是快要轉會 山中老人 紙黑信條 是拜仁的那個校圍 不是他 進行轉會去皇馬 不是那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我們今天會有一個懂得日文的朋友 不是咖妹上來的 算不算是咖妹 也有這樣的氣息在那裡 認識日文的朋友上來分享一些日本的戀愛文化 是不是真的AV 是不是就是那些促递員進了屋之後就可以跟太太 四秒交合 四秒太太 四秒合體 人家是很文雅的 你整個腦袋是想交合 那其實是合體的 那六神也可以合體 我看過一次真的 我開頭不知道什麼事情 四秒合體 我第一次看佛國 不是轉角遇到我 一轉角 哎呀 照你們這些劇情勾動 這樣都拍到 男的又不穿褲 女的又不穿褲 神經病 就是這樣 我們不要說這些了 夠了太久了 嘉賓還未出聲 那什麼就是想過來的B 就是小弟的日文老師 對 以天命令學日文嗎 對 五年怎樣 五十欣認識了頭十五個 有哪十五個 阿依烏愛我 卡基庫家庫和沙斯書寫書 夠了 是不是沙拉喀喀 夠了 還有 算了 我還是不要說 不要勉強自己 我們邀請B 好多讀錯啊老師 好多讀錯啊老師 大家好多讀錯啊 我聽到 我讀錯啊 我是讀錯啊 剛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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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是天候 那些 你也要聽一個下一站是新宿 新宿 我只知道這個新宿 Sutuku 不是我認識的是新宿 是 不是是新宿 新宿不是台灣 新宿事件 是新宿我認識的是新宿 Sutuku 不是Sutuku嗎 Sutuku Sutuku Sutuku是什麼 Sutu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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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九宮格數字那個 Sutuku都留不住啊 OK 不是那個Sutuku Sutuku 不是那個Sutuku 氣力遊戲九宮格數字那個Sutuku Sutuku 阿張嘉賓一直玩玩的Sutuku Sutuku 耶穌都留不住啊 不是那個Sutuku 不是那個Sutuku 好笑啊 我們來個下一集 你早就說這個Sutuku 我怕不到 我也怕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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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得到 你怎麼留青环古錢 拿了那些Sutuku 我真的在想 為什麼數字會關注你 我讀不讀得對 Sutuku Sutuku 好像是So 好像是Sutuku Sutuku 不是很記得 因為我沒有玩這個遊戲 我想再問一個 明治遠堂是什麼 M.E.J.I. M.E.J.I. 就是通常那些廣告 M.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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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為什麼你會讀得這麼相似 明明都是這樣讀 M.E.J. 好像別人有些講英文 我們有香港音 就是Hello 你說得好像Siri 為什麼外國人的Hello 跟我們的Hello 是不同的 你是有那個 日本味 你再說一次名字 M.E.J. 即是有那個 日本那些 他掌握到那條舌頭 那個聲音 那個感覺 那下一站的新宿是什麼 次是新宿 新宿 新宿 下一站有痴漢 怎麼說 痴漢 痴漢 我今集覺得我閉上眼睛 可能會進入境界好一點 是不是會好feel一點 可能會 還有你剛剛有沒有看過有細 有細我還沒看 我已經是妻子 我也是讀有細 不要緊 大家都明白 朋友的妻子 對 因為讀有妻人會有我講AV 因為是我這樣跟你說 對 主要是天命 所以 你在我面前說什麼 我都會覺得 好像AV 是西又是西 不是 是門字邊 是門字邊 裡面有個西字 噢 那個西字 你不要欺負我 不知道 他裡面的劇情就是 他進去不同的地方去玩遊戲 他玩遊戲開始 就像Gemustato 一定經常都是這樣的 Gemustato 他也是這把聲音 他也是報地鐵站的聲音 是要很平的 不要有表 感情的 但是是開心的 香港歌聽得沒那麼開心 香港歌都斯文 可能是我們聽眾都沒頂 The next day to next 很多年前錄 人們問他就很忙 一個地鐵 這麼多的車站 對 要不斷說 對 嘟卡的也是 嘟八達通的 嘟好辛苦 然後你入票 更慘 在這條路面 立刻要放在那邊出發 對 女嘉賓是給面子的 英文 謝謝 我的英文 不是英文 是日文的sense sense sense 是什麼 老師 前輩呢 sambai 我覺得韓文好像差不多 我認識到一個 我認識到一個 Kakashi Kakashi Kakashi是什麼 但是 Kakashi 火影忍者裡面的Kakashi Kakashi Laludo Laludo是什麼 Laludo是什麼 就是火影忍者 那個 我都認識幾隻 我是完全不懂日文的 基本上 除了AV常見的 你要聽一下我幾句 WOW 不是啊 我閉著眼睛 為什麼要閉 為什麼要閉 那麼認真嗎 我先給紙巾 哥哥 你可以開始了 我OK 待會 不要 痴了 痴了 什麼 什麼台 一句 痴了 這句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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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哪些 我開始藏著身上去看 或是有第二次講的 文老師 很危險 我不知道天明平時 怎麼補習了 老師 我在文法上想問 逆姑逆姑是男和女都可以用的 其實逆姑是一個很普通的字 譬如我跟你聊天 問我 你去不去 逆姑一起去 或者是 其實應該有一個長一點 叫有禮貌 叫 Igu 長一點 很沒禮貌 我以前都說 這個是你的釋放壓力台 好冷癲 你每次一錄 Hiton agenda 什麼脫彈 最後哪一張做白兵專長 好冷癲 每次那些爆發 你把他的獸性在那裡 你說的長一點 對 對 讀音較長 不是 不是 整句話 很普通 其實這個是動詞 高 所以這個是 我看瓜吉的直播 我們不知道他的節目也有說 所以在台灣早期 他們進入台灣入口的鹹諜 他們有翻譯 但他們的日文很差 所以他們的Igu 就會變成要丟了 要丟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那時候只看日本的棒球 就是扔球的Igu 就要丟了 要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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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早期的 就是翻譯得很硬 對 要丟了 什麼要丟呢 原來是他們看日本的直棒球 然後就知道Igu這個字解錯了 就是以我看AV的體驗來講 我都會看字幕的 只要有中文字幕 對 親切感會大一點 至少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最近都特地找回一些有中文字幕 尤其是看一些有劇情的話 是不是那個感覺好多 都是會好一點的 雖然其實 天命要不要看字幕的 我會的 但是我發覺其實 其實他們的肢體語言 和他們一直的人物角色設定 其實你是猜到那個人物角色 基本上氣都很好 你老公什麼什麼什麼 你脫衣服 你老公欠我的錢 都是這些 上司下屬的犯錯 想不想他升職 欠我的錢 你老公 你猜到都是這些內容 其實都是這些 所以其實都是 有沒有中文字幕 其實差不多 還有一些比較淒慘的劇情 我都不會看字幕的 淒慘的劇情 就是那些女生被人威脅 那些我覺得要字幕 真的想知道去威脅什麼 我想知道去威脅什麼 為什麼我們會說 又說不是說 又說不要說AV 又說AV 又說AV 都不關好事 我們原本是日本戀愛文化的 戀愛 開頭買了廣告 其實我們是什麼 我們應該 開頭唱的時候 啦啦啦的歌曲 那個調音應該會比較好 氣氛有個戀愛氣息 沒有那麼AV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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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地獄啊這個 這個是同一屋簷下 是 好那日本的戀愛經驗 那你有沒有看日本 或者跟日本 或者認識日文的男生交往過呢 交往就沒有 但是認識日本人的 還有 也有一次去旅行 也試過被男生搭散的 喔 是那些 星探 星探不玩你拍AV 有些年輕人的 即是我幸運 摸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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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人摸鏡屋 我其中有一個 直接拿著一百萬日圓 有一個 其實她是想 以喝酒為名 叫我跟她搞事 開房間那些 但是其實因為 為止一個女生在那邊 最重要的是我第二天已經要飛 我已經沒有 原來是因為行程 其實是我本身就不會有這個行程 我心裡已經沒有這個行程 所以也不會有一個行程 是帥哥還是阿叔 年輕的 跟我差不多二十多 應該都可以 正常的樣子 即是她的稅數是可以的 講到一搭散就要發生 這樣不可以的 那是談片才會出現的劇情 當然如果有一天我們能夠分享到 那個地鐵站四目加頭 這個故事我們要抬慶才可以的 這些故事 咦 我們不是有講過嗎 上次沒有 這個故事太精彩了 要留一些緊要的日子才可以的 這些 新年可能又買個關係 香港國安服 學一學的場 這些才可以的 他是接近以外星人的姿態 心電感應那一刻 盡量交流 好 我們先回來 重點 有沒有 有識日本的男生 那有沒有追求你 或者你 追求 可能是很表面地說 你什麼時候回來日本 我永遠都是回答他 下次一次 還沒有回家 還沒有計劃 那這些日本朋友是 怎樣 網上認識 然後又去見面 不是 剛剛有問我接觸 我給了其中一個 社交媒體的接觸 被微信 即是做到朋友 即是叫社交媒體的朋友 有在社交媒體上聊天 例如WhatsApp 那又沒有那麼深入 日本人都用Line 對 日本人用Line 是他們用Line 之後都本身有些日本人朋友 以及以前都是一支公司都做過 所以都比較明白日本人的心態 心態是怎樣 心態是很壓抑 即是所有事情都要很開心 即是我本身跟朋友聊天 都要很高興的 即是他們要故意 即是交媒體 即是他們要故意 即是都會有少少交媒體 即是日本的綜藝節目 平時都 對 所以 咦 即是我跟你經常 那些節目效果 對 那些是365天 除了自己一個人之外 即是這就是他們的文化 我認識的基本上是 我要打一大頭盔 因為不是全部人 那你有沒有問他們 其實你們這麼假 為什麼要做呢 單刀即一 其實因為他們本身 從小到大的文化就是 Be nice be kind 禮貌 禮貌國家 即是要被人覺得很好 不要失禮人 最重要是不要失禮人 但同時間他們那些日本大叔 居酒屋永遠發酒瘋 雖然不夠禮貌 我都遇過 我也遇過 即是他們又要 一隻手拿酒瓶 另一隻手拿便當 然後交叉腳自己 我試過有幾次見過這些人 又說不要失禮人 但又會經常有居酒屋大叔發酒瘋 就是壓抑得制 一喝醉了就馬上圓形不挪 我都試過一次 在居酒屋有個分享可以 我以為你想說有一次你試過在居酒屋裡 自己把鈴鐺綁在額頭上 我又不會 因為我沒有喝到這麼緊張 因為我自己會 自己會醉 自己一個人醉也會 自己一個人經常都會飛去日本旅行 我很記得有一次我因為是東京 去了很出名的居酒屋街 我去了其中一間居酒屋吃東西 我吃東西的時候 旁邊就坐著一個大叔 那大叔已經開始喝醉了 喝醉到那個老闆都已經說 你不要吵鬧 你不要說那麼多話 你不要騷擾我的客人 然後他就開始和我搭散 那大叔搭散還是老闆 是的 大叔 因為他開始騷擾其他客人和其他客人聊天 然後就問我在哪裡來 我說香港 我問我是否日本人 我不是 香港的日本是甚麼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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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是香港人 對 香港人是日本 對 好 繼續 然後我們就 是不是AV情節了 你已經說到 沒有 喝醉了 喝醉了過來 然後 騷擾你 我覺得這樣是你倆在騷擾他 我們經常在旁敲質疾 很慘 其實我沒有那麼多這些情節 然後我很記得 即是有 他說沒有 我也想 蒸 蒸 什麼蒸 蒸 什麼蒸 蒸球 OK 我們回來 蒸有個蒸 你想錯我旁邊 蒸男有個蒸 不是你那些蒸 我開始想蒸 蒸 蒸 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是香港人 你猜他第一個反應是怎樣 香港 我知道 這個日本人 我覺得日本人一超興奮 就會做的動作 就是這樣 然後就 蛤 然後彈後幾步 這個是Boost Lee 不是 還是Jacky Chan 這個是街霸 街霸 日本的雙撲路 街霸不是一個角色 就是Do you know why 是嗎 出米嗎 不是啊 有一個是創作的人 不知道來過香港 還是高達 高達 高達是嗎 是呀 東方不敗 那個角色 他出招 他好像是 忘記了 是香港粗口來的 即是譯音就是 香港粗口 就是Do you know why 用日文 是呀 那是什麼意思 日文 還是狗狗 是狗狗 他純粹用了廣東話的音 他好像在香港 當地的招招招 他在香港 他很喜歡香港文化 他喝茶的時候 聽到這句 覺得很過癮 他問朋友是什麼意思 然後他創作高達的時候 就把他融入了 學到的 哦 我想問 日本人是不是都 崇尚香港的文化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會香港人 有呀 有呀 19年的時候 其實年中 我都有去過兩次日本 哦 我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窩心的事 就是 你是不是周庭南 那我不是 但是因為我 神經病 可能一進入移民 可能他會 excuse me 我已經是用日文 去跟他說 麻煩你 麻煩你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看了我的護照 之後就說 哎 你是香港來的 我說是呀 然後那個移民 我說 我雖然現在穿著這套制服 他的意思是 我代表政府 但是我很明白 你們在做的事 我很支持你 哦 哦 竟然說 這句 我無管的 現在 我的心真的流淚 然後跟他說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這樣 B老師說 我的心真的流淚 我是藍絲 其實我的心真的很開心 是會找到一個共鳴感 因為最近 我自己很喜歡看一個頻道 叫英雄說書 他說三國的知識 其實他也說得很好 嗯 他有一次開直播 是就著老高說錯了理睬的哲學去說 嗯 我自己是飛著聽的 中間聽到有一段 應該是有人賺港幣 嗯 我想他也不懂什麼藍絲黃絲 他是台灣人 台灣人 他就說了一句 多謝你 港幣來的 多謝你 最近這兩年 香港和台灣都發生了很多不開心的事 希望你們在香港加油 你聽到 你會覺得 我也沒有管動 你現在的肝炎 不是很好 但他沒有想到別人可能是藍絲 即是他罵人 港獨狗 撲滅過街 不是不是 工店 小黃人 港獨狗 什麼台獨狗 因為其實日本都很清楚香港發生什麼事 我可以分享到一個很小小的故事 因為那次我也是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那我就經過了 我去了一個百貨公司的食物部 那裏 那裏去吃東西 那我真的有給錢買東西吃的 那我真的有給錢買東西吃的 那我先試壞了 爆了爆了 大家知道是天命的性格 那這次我跟白兵沒有說話的 自己說一下 那接著呢 那我就買完東西吃了 那我特意找一些日本人的地方坐下來吃 那我剛好就坐了一個婆婆 那真的是婆婆來的 那我就跟她聊天 那她就問我 你是哪裏人 那我就回答她香港 那婆婆是 可能六七八十歲 那樣 那我不記得她那個 那樣子 然後她說 我有看新聞 我也有看到你們的事情 你們要加油 我其實那一刻也是很感動 因為那時候去到日本 很多日本人都會說 香港 大丈夫 有沒有事 所以其實日本人都很清楚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嗯 我們回到驅酒屋 其實剛才 遠了 sorry 走遠了 剛剛是說到大叔 醉酒大叔開始騷擾你了 是 他知道我是香港人 之後 他就說了一句 Jacky Chan 然後我就不想理她 他真的是最緊張 對 不過我覺得是合理的 除了香港之外 地球所有地方都很喜歡 Jacky Chan 他是不知道成龍是一個賤人 那我想Jacky Chan Jacky Chan Jacky Chan 其實在世界眼中 都代表香港的 是 河碑 是 他出名到荷里活 他也出名 他也是香港人 那年 很直線 我小時候都喜歡看他的 我就是記得他那個小時候是廣告 霸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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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最近 幫自己的兒子代言 兒子就出事了 那蕭先生 還是成龍 成龍 成龍 我覺得成龍 蕭先生最近沒有燈 台積電 他還沒燈死 很厲害 台積電 很厲害 回來 回來了 回來了 回來了我的感情台 你這個台什麼都包到有旅遊 有居酒屋 好 那發電 日本的男士又給你什麼感覺 和香港有什麼比較 香港是真的紳士很多 香港啊 又說be nice or be kind 他們是kind 還是kind 他們其實是表面有禮貌 內心是不是很可愛 大男人 應該什麼男人內心都是很可愛的 是啊 不是 我在咪前不會這麼說 哦 是啊 光哥是證人君子 是 由我這個誠信破產的人去保證 是 繼續 大男人 但是香港的可能會顧一下女方的感受 但是在我眼中 我就看不到日本人會很顧 不是說不顧的 但是可能出到要面 不會可能 分前分後才變樣的 日本男人 拍拖就很好 但是一分後就大男人 其實我覺得是反過來 我自己這樣看 他們拍拖的時候 都不會很sweet的 好像很疏遠 因為太有禮貌 有距離感 是啊 但是我有見過 有一次我有見過 有一對雙婦 在便利店 那女生去便利店買些東西 那男生就在門口等他 那女生買完東西走出來 都會跟那男生說一聲 久等 然後我就覺得 那麼疏遠 那些感情 當然每個人都不一樣 可能他們這個雙婦 是網上大叔那些 出租那些 出租大叔 網上大叔 出租大叔 OK 但是很瘋 有時候看日劇 都會有這個感覺 其實都是 很平淡 他們的戀愛 不是啊 不是很平淡 是很疏遠 就是老公回來 辛苦你了 今天回來了 嘩 我一說起這句 我就想起我另一個惡夢 就是我曾經做過這個 UNICRO 是 UNICRO 是的 都是的 就是 不知為何會好像日本公司 那樣 啊辛苦了 我一聽到我屌 會不會打破 有這些文化 他有這些什麼 屌文化的 之後是 然後還要讓我知道 我經理是賤人無倫的人 但是都要說 辛苦了 今天大家 但是他會跟你說 這下才是恐怖的 這下才是虛偽 這下才是恐怖的 我心想要你走開 就是這樣 好 另外一個 就是我應該有在台上講過的 這個例子 就是我跟我之前的女朋友去日本 剛好在乘坐地鐵 就看到對面 肯定是一個上司一個下屬 那上司當然是老人吵架下屬 也不是老人吵架 已經是耳人耳人在教訓他 公眾地方 是的 但就不是很大聲的 然後 下屬先下車 不是 不是 上司下車 下屬下車 我記得 下屬下車 然後他就對著幕門鞠躬 那車真的開走了 開走了 下屬才會開始死去 然後頭樓樓走過去 這是他們的文化 階級主義很濃 我也聽過這個就是去酒店住 然後你離開了 然後酒店職員就 現在很少 酒店少很多 但可能他們沖泊到居住就會多些 我也試過 因為作為香港人 我們都很快靚靚的 沒有這個文化 所以他沖泊到居住的時候 我應該覺得你不要這樣 有什麼點 你又有什麼點 那你內心是否渴望有一個日本男朋友呢 我以前會渴望的 但現在沒有這個特別的 那封面那個呢 阿爾巴 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 可以啊 大人的阻擋 世界最強阻擋 但如果他有大男人呢 他很有錢 所以OK 其實我不知道 我是看性格的 我不是看 但其實那些男明星的性格 我覺得都很 他在鏡頭面前都是同一個 所有男明星 即是你真的好像 阿嘉你略叫什麼名字 阿 exact 我是Kita 發律禮太 呃 自己很小 日本人在鏡前都很 展露自己的真誠情 對啊 一笑 就なんか像嘉利略那女主角 那男主角這樣子叫什麼名字 他是如何 那才 eg 他好像是 точно 是類似的 她好像是很紅 超級紅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 這個嘉莉萊比較紅 還是半澤直樹的紅 半澤直樹現在最紅 家人最紅 第二季 現在最紅是她 但她紅是因為不是她英俊 演技 這個被認為喜怒哀樂都能夠用笑容表達的人 福山雅治 這個福山雅治是每年看 以前好像是道嫂 都會開concert 小巨蛋 東京小巨蛋 我不太記得 因為我弟弟都很迷日本文化 她每年都會開concert 都是爆滿的 這個名字 福山雅治好像是我從小聽到大的 對 她就是在同一屋簪的下 都有她的範疇 紅了幾十年 但她的樣子還保持到 牧村也是 但牧村殘了很多 眼袋 但她的女兒同樣樣 對 她跟女兒同樣樣的 就是證明 就是證明 DNA是大了 DNA真的大了 她的樣子很難度 原來牧村是女人的話 你應該會很難喜歡她 因為很美女還是什麼 很美女 很美女 但我不會追她的女兒 因為好像在追著牧村託座 我會質疑自己的性向 就是追她姐姐 她姐姐沒那麼美 那是牧村光熙 不記得了 什麼詩 我都不記得了 那些男明星每個人 除了這些紅到爆炸 會有一點點個人風格 例如阿拉斯那五個 我都分不了 就是那個出來的形象 都是要nice 少少nice 又是搞笑幽默 還有為什麼他們要說話 這麼小聲 就是他們一接受訪問的聲音 就這樣說話 就會很斯文 是不是最近的ASMR效果 不是 他們每一個接受訪問都是這樣 很斯文 要斯文 還有日本人其實不喜歡 他們不喜歡聽到很大聲 而且我自己覺得 因為日本的間隔其實都很薄 很薄 不隔音 那些牆的刺穿忍者的紙 然後就吹 吹迷魂 想著吹氣的時候不小心吸進去 然後就在門下 自己暈倒了 是 對不起 不要緊 因為其實他們的單人屋都很多 很多公寓 是 很小的間隔很小 還有 還有 有一句說話 在日本是形容 京都人 京都 是的 他們可能如果 旁邊屋的小朋友 彈琴彈得大聲 他覺得很吵 他不會說 你兒子彈得很大聲 很吵 他就會說 你兒子彈琴厲害了 你兒子彈琴厲害了 他有點英式的那隻 是 你吵得到我 美女朋友 很漂亮 不是 不是 波帶 不是 這些是英式還是什麼 黑色幽默全球人 不是 很冷串 風似幽默 要叫那個 你說完那個笑話 英國人會說 你的笑話很好笑 這個是智慧的表現 但也是面精的表現 那是面 所以他們也有機會連成到 有很小聲 我不行的 因為我說話很大聲 那你去到日本 撞不動 我看字幕 這個日本 這天也可以探討一下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學日文呢 因為我很喜歡阿拉斯 真的很喜歡阿拉斯 其實是偶像 藍 向海藍的藍 山字一個風 所以我經常都 有很多人跟我說 哪個小朋友可能最性 我是覺得 我很認同的 我很接觸他們 最性 你越喜歡一個性 越好 因為不只 他為了讓你開心 其實他可能 都會讓你學到 就像我這樣 我是因為 阿拉斯 喜歡到 我要為了見他 而學日文 咦? 這樣可以 所以很多 以前 有很多叔叔 跟我說 他的女兒 怎樣追星 喜歡韓星 我說 其實很好 他會因為喜歡韓星 而去學一個語言 其實很多人都會這樣 我也喜歡大樂隊 所以會唱 三個 唱幾個字 所以會唱幾個字 我突然想起你們 和寶哥的笑話 什麼? 有一個笑話 其中一個節目 是說 是光哥 你的見公 你的見公 你又重播光 WOW 又失蹤了 講我見公 到港人 大家都要WOW WOW 但是 我很喜歡長雜正美 但到時 我想要找一個 長雜正美的女朋友 長雜正美 有拍過什麼 日本我最最近的 那個我約了一點 信用師 還是什麼 禁游邪師 近來是ここ 我之前做過電影的這套 《信玉》 《信玉》是電影有兩集的 另外《在世的中心呼喚愛》 電影版是他 電視劇版是寧賴瑤 寧賴瑤好像年輕很多 差不多 都小不了兩三年 差不多都是三字條 因為《徐達靖明》很小的出道 有時日本的名字我聽了幾十年 但網訊都是年輕的 一來一來都只是懂得吉澤明報 吉澤明報不行 我不太OK 為什麼我認識他呢 因為我有個朋友 男生去日本旅行 接著遇到吉澤明報的粉絲簽名會 他去了那張YES卡 回來給我看 吉澤明報回家 我不認識AV 然後拿回來 去那張閃契裏體 然後簽名 接著你就沒有還給他 接著我就認識吉澤明報這個人 接著開始就在AV 有留意到吉澤明報的名字 故意按進去看 發覺不行 很普通的戲 他交不到戲 令到我看得不夠唱快 所以一般的吉澤明報 好 我就是認識什麼 什麼末里萊 白石末里萊 難到刀追不回 難到白石末里萊 師徒再遇填愛 師徒再遇填愛 我問問你了 羽刀公什麼不自在馬 羽刀公 我心恩學 羽刀公 羽刀公子什麼 子遠 這個OK 我推介 他現在改了名字 我忘記了他改名字 叫什麼名字 他是不是十大女優那些 現在應該未必是 只是講銷量 我拜他 現在不會有銷量 現在全部數碼網上都有 我的意思是 最受歡迎 舞廢都不會有得拍 也有深片出的 因為有多多之前拍下 現在日本最最紅的是 那個AKB48出來的 AK47的 三上游 鬼頭屠菜 還有嗎 我那個我真的不行 你不行 他的戲太糟了 他沒什麼戲 太糟了 不是沒什麼戲 他沒什麼戲我也會買 他真的養你身材正 因為真的養你身材正 我都有幾個標誌 突然下海呢 我對他沒有興趣也沒有研究到這個 我好像有聽過 因為AKB48當時 是不是要淘汰人 要畢業的 而且當年其實他也不紅 然後好像有醜聞爆出來 他好像有醜聞爆出來 有男朋友 另外那個也要為了一份工作剃頭 真的剃平頭 女生剃平頭 對 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其實日本也很瘋 就是拍個拖 拍個拖 但是公司不容許 還是形象不容許 因為你會幻滅 對 他有沒有要幻想 如果要做明星 但是沒有了這些個人不自由 戀愛自由都會灰狗 我覺得 很多韓國那些 現在說韓國 日本就少一點 韓國那些 你不可以這樣拍拖 那又是女粉絲 我追不到你 很難灰狗 以前我都會期望做明星 覺得很難有幻想畫面 很難多粉絲 很難多正女 但是一年多大 其實都很難查 不不放心 你現在很多男粉絲 為什麼 有很多粉絲都會說 我很喜歡光果 上面喜歡阿B 那些粉絲都以為 我是阿寶哥的口笑 為什麼會找錯 金哥你不要再罵 天命 笑得很難 我跟寶哥兩鬼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好笑的 我對這些浮韻 很虛的這些東西 我不打機 其實關於日本的戀愛 我也有些問題想問 因為我自己聽說 日本的性文化都是開放得很交關的 因為小弟有一個朋友 我自己還沒去日本 小弟有一個朋友去日本兩次 去第一次的時候 就認識了一個 應該是大學生 一夜 stand 聽完我先說 OK 應該是大學生 然後第二次去 就約他出去玩 但是第一次 他第一次不是大阪 第二次就約他去大阪 然後那個女生肯去 然後玩了一整天 然後那個女生跟他說 其實我坐沒多久的車 然後我有地方睡 不如上來喝杯咖啡 不是啊 然後我說我先走了 對 他想說我先走了 對 然後那個女生說 對 然後那個男生 就懶惰徒文說 哎呀 我不知道啊 我還預約了兩間酒店房 一間你的一間我的 其實都這麼晚 不如 我都預約了一間房 不如一起上酒店 上了酒店之後 他們就寄了一間房 你那個是男生還是女生朋友 我那個是男生朋友 我認識了一個日本女生 大學生 我還以為刺過女生 原來刺了我的房間 意思是有間房間刺了 就是有間房間刺了 就是有間房間刺了 那個女生也刺了 對 兩個都刺了 對 她的形容就是 大家寫了兩次 我一直都說你這屌子都被你瘋了 你自從三集前開始 釋放了自己在這個感情中 就是修性 繼續 不好意思 她的形容就是 她覺得日本的女生很容易 我們就拿這個案子來問問大家 如果我們單獨去二國旅行 遇到一個異性 出來玩了一晚高興 那一晚可以上酒店 你們會不會上呢 我們先問阿Bee先 我不會 你不會上酒店的 她邀請你 就是你去日本玩完 接著認識了一個男生 玩得很開心 然後她邀請你 不如上酒店 繼續玩 我不會 你不會的 例如我去日本 例如我去日本 我不會找男性的朋友 因為安全意識 對 例如我有一些韓國的朋友 我都不會去她的酒店 跟她吃完飯 我送你回酒店 在樓下就送她 拜拜 我走了 那你對這些幻想的情節 你不會有性的好奇 我不會 假設你去男鬼坊 你也不會跟陌生男子 可以一夜的 我第一 我很少去男鬼坊 第二 我通常 有折製喝酒 我沒有折製 但我會讓自己 有意識 我不會斷扁 但知道自己要吐的時候 我就會先走 乖乖女 對 因為我知道自己會吐到一個怎樣的程度 對 那如果沒有折製 就會容易失身 我不是失身 其實在我的程度來說 我喝醉酒 我不會失身 因為我是太失禮 我是反過來失禮 太失禮 明白 我從來都不會被自己 自己斷片 可能是人的意識 我永遠都要自己記得 我每次斷片之前都覺得自己有這個意識 我永遠都會告訴你 正因為我是一個女性 你的保護意識都強的 強的 那我就不可以斷片 我想喝到怎樣醉都好 我不可以斷片 我一定要知道自己在發生什麼事 做什麼事 那白兵呢 我也應該不會 那不是喝酒 那不是喝酒 我們去外國旅行 認識一個異性 新認識 然後很高興地玩了 一陣子 到晚上 然後就繼續上酒店房去玩 應該是不行的 即是女生去邀請你 因為我 我是有那種 我的思想很奇怪 因為我也要跟那個女生是頗熟才會 認識深一點 認識深一點 起碼 不是一天 可能是一個星期 可能兩三天都可以吧 即是那一隻 起碼我要知道 她不會無緣地咬斷了我 那些 不是有救的妖魔嗎 都沒想到這部分 有救的妖魔就打夠她 你是純粹 要認識夠深入 你笑得這麼開心 你對咬斷這件事是有點興趣 有救的妖魔 好笑點 有救的妖魔 你是要認識深才可以發展到肉體關係 不用說很深 但起碼也要有一點點 一天是不夠你的 一天是不夠的 天命呢 幻想是假設題 異國旅行 新認識一個女孩子 玩得很高興 邀請你上酒店 繼續玩 玩啤牌也好 玩什麼 你會不會嘗試呢 我是 第一 吐翻一個現實 另一個幻想題 但我答一個現實 根據我的人生 唯一一次去旅行 就是和白兵去了台灣觀摩達 大選那一段 我應該是會拿手不成輩子 到那個女孩子是增揪了我的 是的 第二就是 因為我朋友和我分享過一個故事 所以我也有點像白兵 就是我會不夠膽 我覺得一個女孩子對我來說有危險 如果我露出我最脆弱的位置 把我的罩門露出來 還要狠狠地露出來 還有狠狠地露出來 狠狠地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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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很危險 對 這樣很危險 因為我的朋友 即是你也是這個思想 因為我的朋友 多一些幸福賓州的故事 我有另一個朋友 他試過真的單獨去台灣旅行 然後最後一天就說 唉糟糕 即是你來台灣幾天 都好像沒有去過夜場喝酒 然後坐的士的時候問 那個司機就問 有沒有地方介紹 只喝不色情 即是我只是想喝酒 然後介紹了他那間酒吧 正常的普通酒吧 然後他自己一枝工去巴桌喝 很英俊 白兵是見過的 他是那個 他是有吸引力 他不算很英俊 但是女生見過他 是會覺得他有吸引力的 他是那隻白白正 少少MK 少少MK 少少Man 那隻男生 就是有少少 好會吸引 他有少少 有少少壞男孩 那種 就是女生來講 是吸引的 我都覺得女生會覺得他很吸引 他自己一個就在巴桌喝酒 然後就有兩個女生走過來 他說一個漂亮 一個不漂亮 哎呀 我在幻想究竟是誰 然後就來聊他 然後他就說 無緣無緣無所謂 因為他唱了很多台幣 所以就算聘請也無所謂 他本來想著 之後他才知道 那兩個女生走過來找他的原因 就是原來有另外一個台灣男生騷擾他們兩個 拯救 對 就打算找他救命 然後他真的出手拯救他們 哦 就自己吃了 對 然後其實 他說醜醜的那個 是很想捉他走的 哦 然後他說 因為我還沒喝醉 對 然後他就給了一個漂亮的那個 捉他走 哇 那還沒喝醉的意思是怎樣 如果這樣的話 我要醉了才可以 但漂亮的那個 清醒也可以 我這個朋友也很能喝醉的 因為 然後他為什麼記得很深刻呢 即是回來香港馬上跟他分享 就是 他是延遲了一個星期的 即是回來香港 吃得太開心 而且那個女生是駕駛電單車的 而那個女生是因為有少少醉的關係 回程途中是炒了車的 所以他記得這個旅程他記得很深刻 即是他坐在後座也炒了 是炒了 但是少炒的 少炒的 那你這個朋友是沒有發展戀情 純粹吃 那個女生很想跟他發展戀情 但是他跟我的 如果有任何女性觀眾 我先包底 我是絕對支持女權 女人是進化過男性 我朋友的形容是他那幾天給一個女生強姦 勾氣我的回憶 你又有被人強姦嗎 可以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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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這個故事 他講得很恐怖 我朋友 所以我就覺得 我也是 他延遲了一個禮拜 那七天他都被人凌慾 手被人扣在床上 走不到 你可能有些男性還聽到 嘩 這樣就很開心 但問題是我這些是家醜不出愛存 大哥 一會兒我失禮死人 那個護照被人扣在床上 我走不到回香港 就是這樣 但他其實是OK的 他這樣形容 就是他會說那個女生是比較扯的 比較進取 比較進取 瘦了就回來 就回來 就是這樣 到我 二國戀情 就是我聽過這些 我跟你們的想法一樣 我都不敢 我會怕會不會有些什麼 壓淺 或者是那些先人跳 抓你黃腳架 你叫先人跳 就是那些背後有幾個男人 青蛙跳的 派個美人計出來引你 然後回到酒店房間 等你摸好衣服 準備埋牙的時候 那些男人衝進來 然後掠水 我會 你為何要搞我女朋友 我會想這些危險的情節 然後都是不好 都是基於細膽 我都聽不少身邊的 憂慮 一夜情 但當發生在自己身上 就會很害怕 都是不好 我是基於細膽 所以我都不太會發生這些事情 因為那女生不熟 我都認同是要 可能認識兩天就OK 至少都兩三天 我認識兩天 然後還沒人計 那我心甘情願 第一天就太魯莽了 這件事 魯莽了 太年輕了 其實我想問一些日本的東西 請問 請問 因為日本有一套電影 不是是劇集還是什麼 第一本書 叫十四歲的媽媽 我有看過 那個女主角是 十四歲的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她是很好戲的 我忘記了 是三個字 不過算了 這叫女主角 你問吧 你繼續問 日本其實多不多這些事情 有 十四歲的媽媽 多不多其實 因為我自己看新聞 怎麼好像日日都 香港也多 台灣新北市 都有的 其實我覺得到處都有的 但他們可能會 比較喜歡那個男生 說不戴套 不戴套 我聽很多是這樣 就是什麼 字田未來 那個女主角是 什麼是比較喜歡戴套 不戴套 可能如果那個男生 說不想戴套 那個女生可能會OK 因為香港的女生 是很有 都不是加這些 有些人說 不行 你一定要戴 對 我想 如果以男女 或者世界各地來說 應該程度農事 大家互相相愛 女生容易 被男生說服不戴套 的機會 是會高的 但是我遇到的情況 就是女生的說服 女生的說服 是男的 不要戴套 而我是不明白 黃子華說 那個嬰兒的學名是什麼 什麼學名 日吵夜吵家吵屋幣 還要花你四百萬 還要一定不還錢 你在要戴不戴的時候 你想起她的學名 你就會說 要是戴套 再不是還給我四百萬 我記得有你問 對 我也試過被人說服她不戴的 我都會 那個男生怎樣 我都會爬底 就是覺得 是不是有詭計 會這樣救我呢 對 我不是怕你有病 我怕你 我怕你 我怕你有左 我怕你背後又有 不知道什麼世紀陰謀 這個 雖在自己不是大膽的 否則我覺得 我的人生經歷會精彩很多 我真的有個女生朋友 而 我有個女生朋友 有小朋友的時候 那個男朋友不要她 嘩 會的 有的 即是未結婚 只是男女朋友 一有了 就消失 會有會有這些 渣男 這些就是渣男 實有這些 是年輕 不關事 他不想負責任 就會離開 如果去到三十幾四十歲 這樣的話 應該機會率比較小 其實都不關事 即是你不想負責任 就會離開 其實 因為我的看法是 年輕人去承受一個養育小朋友的能力 是相對低一點 比起年紀大的男人 經濟能力是其中一環 所以我覺得年輕是會容易出現 你們不如下去吧 那分手 沒有 這個歲數 無論如何都要 我有個老友 他22歲的時候 就知道他女朋友有了 他知道那一晚 他只是在群組發了一句說話 他喝到一個朋友在家裡喝 他喝到他很醉 因為問題是喝到兩個人 他和另一個大隻朋友很醉 然後他就說了整件事出來 然後我們圍內 哇 不在禮啊 怎麼辦 然後就要了他 我們做替爺了 Yahoo 再喝 因為那個大隻朋友 其實是關心他 大哥你這麼年輕 你怎樣 你人生結束了 他就覺得 然後他就很堅持 他就是要的 要的 要小朋友 小朋友是無辜的 但是我人生結束了 喝啊 最終高是什麼呢 就是 你也認識的 那個事主 因為那個事主 是很混亂的 他是代表香港出去打比賽的人 然後那個大隻朋友 也是很混亂的 好混亂的 然後他們兩個喝醉酒 然後就在那裡打架 為什麼呢 在店裡打架 就是一個說 我為你著想 你不要要他 不要小朋友 然後就說 不行我一定要 然後就在那裡打架 就是那個朋友 正在辱的事主 是 神經病 然後我們就在隔壁 負責搬開一些二歲的 其實那個事主 都在家裡 那個事主 其實是 他最後想通了一件事 就是 煮到過來就吃 吃得了 吃得出就搞定了 你真的有了 你到時候 粗養就是粗養 給他多些家庭溫暖 去補回 那這些位置 我覺得 有計劃的生育 和意外的生育 是很大的分別 是 就是意外 如果說真的 你香港一定要有計劃 那生育 你都 那個計劃就是 不要生育 我認同的 我覺得 不是說 有沒有計劃的問題 是你懂不懂教 你不懂 我覺得很感同生育 就是 我很感覺到 譬如有些朋友 是 家人 就是 對不起 真的不懂教 是啊 真的要考牌 真的要考牌 導致我覺得 為何有些小朋友 可以這麼聰明 不只是他天生 還要是家人 教教 我認同香港 生育小朋友要考牌 因為我身邊有些朋友 是生育小朋友 不過 經常會說一些離地的事情 我會覺得 你不懂 生育小朋友要考牌 剛剛說到 香港要有計劃 生育 是很難的 那日本呢 我也很認同 日本生育率這麼低 又老年化這麼高 其實日本也是 日本為何生育率這麼低 生育率低 因為那些渣男渣男 和那些渣女渣男 都沒有肉 其實本身 可能他也有代入 我自己也是一個這麼壓抑的城市 我都不想生個出來受苦 噢 感同身手 是啊 其實都因為真的很辛苦 在他們那邊 因為我剛才也有說 我做過日資公司 我都明白日本人的心態 癡癡癡 真的鞠躬到 鞠躬到我頭都混亂了 我想這就是日本的 九成普通人 或者窮人 面對的失誤 有錢人就應該不是 會想這些 全世界都是 香港打工都不用 對老闆鞠躬 但是那些是 你去到那個位置 可能本身競爭又大 然後他們是比香港更加恐怖 日本是勾心鬥角的 那些職場 是不是 丁桐 勾心鬥角 又沒有的 會不會在會議室上司跪下 跪下啊 大和天 不會的 我又想起那些AV情節 那些上司和下屬那些 你為什麼只想到這些東西 剛才你們說完了 因為我最近看了這個日劇 又看這個友妻 又看這個驅魔那邊館 他們都很能夠表達到文化 就是在上位的人 是好 優勢 太有優勢了 原諒傳 我也聽過很多韓國都是這樣的 就是 他只能夠入大公司 入不到大公司 就在咖啡店打工 兼職 兼職 打到入到大公司為止 其他事情就不用想了 你給了我這些性格 出生在日本 韓國我真是瘋狂 那這些文化 在香港又很難應付到 因為香港是不完全算有的 即是香港 你大學生入不到大公司 你不會 不該死 你不會 即是很想繼續入 至少香港人 不會有那個心頭 我一定要 因為他們那邊應該 那個敢權政治 比香港的地產罵權 即是你香港 你老惹我 是不想買樓 那你的人生可能是自由的 你看我們入了地獄公司 十九幾年就知道 紀念自由 但是那邊 我想由文化開始各樣 都是比較難屌 即是我沒有實質去生活過 可能你那邊出生 受到一塊飯 這樣可以 即是想起 盡水死而後移 那些被人解僱了 真的會跳樓 所以半宅直樹 這麼瘋紅 就是因為去反叛 精神鴉片 即是那一刻 出了一口氣 我都很想吵架到上司 最近這個驅魔面館也是 那些主角是有神力 很大力的 你有沒有一個人 橙子上大公司 逐個保安打 逐個古惑仔打 打到大佬 即是有作為大佬談判 那他是驅魔的 他是驅魔的 但是他把驅魔的能力 打到平常人 那不是說驅魔的 其實實質 也有驅魔的 他是日本的 這套東西 這是韓國的 這是韓國的 黑袍狗賊隊的感覺 真的有超能力的話 你一定作奸犯科 他沒有作奸犯科 他叫做幫自己的上一個人 新生章正義 因為他們經歷過大事 然後有個類似半神仙的物體 拯救他 但他就要去驅魔 他就會有超能力 但是他有超能力就達力了 但是他可能死之前的人生 他有事未完 他想繼續走下去 或者想找真相 他就用他的超能力去走下去 即是抱打不平身 真正義 然後就找回自己的身世 找回哪兩個 當年誰殺自己的 然後就找回 然後他就用了自己的超能力 去幫自己的人生去沉迷道路 然後就 以前欺負過的人 以前這個捅我幾刀 吊起老闆 他在你面前彈狗 你快給我還行 那這個驅魔面館 我還沒看完 不 Netflix一出就出了整個季 叫什麼 因為 驅魔面館 有中文嗎 驅魔面館 因為我前幾天按過去看 好像又沒有這套東西 是呀 叫一季十幾集 所以我已經一天 今晚上上去 即是我已經昨天沒有什麼寫稿 熟了六集 我想問 日本那些男人結婚是否會打老婆 即是他們很大男人 會 我認識有一對夫婦 也沒有 我認識那對夫婦是很恩愛的 雖然不會在別人面前 很愛我的老婆 如果你問他 他的老公會回答你 是呀 但不會像香港的婚姻 那些搖手 翹手 那些 但是沒有的 我認識的就沒有 那 一定有的 這個世界 其實這樣比較 我覺得香港的戀愛 比起日本和韓國都很自由開放 即是在街上拖手 擠一兩口 我們不會覺得 打完車輪都可以 對呀 我們不會覺得很詫異 打完車輪就 會叫朋友看 未去到很詫異 但日本和韓國是 公眾場所都檢驗的 他會被警察拘捕 我亂說的這句 這個阿拉伯還是杜拜 杜拜是拖手都不行 所以香港其實都不錯 在戀愛上 台灣就更自由 在拖男人 打車輪都大家鼓掌為你 在香港在街上都少見男人拖男人 但台灣是見得明顯的 我在工作室附近 只見過一次男人拖男人 但見到很多女人拖女人 女人拖女人 女人拖女人的游室多大 但你見到她們是雙方 他們去廁所都拖在一起 那些傢手而已 不是 拖手拖手的女人 有些是雙方拖手的女人 即是你看得出來的 這些我覺得難看得出來 你會不會馬上看 你作為女人 日本的同性戀是怎樣 日本的同性戀 很壓抑 日本的同性戀都是壓抑 有變性銀 日本的同性戀 好像有咖啡店 有咖啡店 有咖啡店 即是專屬變性的 應該這樣說 他們多叫 藝良 藝良 我都認識這個藝良 我都試過見過 有一個日本大叔穿著 逆服了 對 正不正 我只記得大陸新聞 有那些主播是藝良 然後真的是女人 所以藝良都是假的 即是她本身就是女 她扮演藝良 連藝良都是假的 本身她的樣子都應該像男人 真的不像 你來 你那是甚麼 看到那個叔叔逆服 逆服 她穿著高中身的水秀服 我是不是阿伯 她很出名的嗎 不是不是 我是新宿的 新宿附近見到的 即是不是遊客區 那裏 那裏是偏居 然後 嘩 真是幸好看了眼 都嘔的 嘔的 而且日本都很流行變性人 他們不是變性 你又很難知道她是否變性 在街上看到一個逆服的人 因為最近我看了一個Facebook彈出來的片 是台灣YouTuber來的 訪問了一個台灣的變性人 不是那個中名新的中名犬 我忘記了 我也是一個叫A 他不是變性人 有一個叫A啦 我忘記了叫甚麼名字 總之他是去泰國 整理完之後回來台灣 可能再少少修修寶寶 找了兩個台灣的YouTuber 認識了 就在整容醫院給她們看看下面 給一個女性看看 一個人造的女性看看是怎樣的 之後那兩個真的女的YouTuber就說 嗯 你那裏是一來完全分不到 而且比很多女人漂亮的 噢這樣啊 分不到兼漂亮很多 還有後來整容醫生也有說的 就是他定期是好像別人 就是你當作出完二話 就是要有一些透明的針 要頂著那個洞 如果不是會埋口 他説男變女的話 他有機會都會越來越緊 所以都是要定期進行性行為 或者要放一些東西在那裏 去固定去 不要被他收 如果不是會越來越緊 就是這樣 那兩個YouTuber就說 嗯真的好啊 可以越來越緊 我們覺得是越來越鬆 我説明是醫學方面的事情 如果可能一個女性 可能她有膀胱 就是她做一些人造的肝盆 或者尿道那些 她們都是要保持著 那個陰道是要有東西進鎮 對 不是萎縮 對 這個是醫學方面的事情 我看過一個動畫片 就是一個男人變性手術要做的事情 我開始要向內排 對 那段影片我看完就不行 我也有看過 即是那把刀怎樣切 然後又怎樣翻 又怎樣吃 不行不行 然後 大家上網應該可以搜尋到 就是讀畫變性應該有 我相信有後悔 小時候為什麼沒有讀那麼多書 否則我都 我後悔聽到這些東西 本身你不知道嗎 我不會去理 你有看過的 我不會去理 我知道我都不想理 即是作為一個男人 聽一下而已 你也有沒有什麼 我想這個位置 即是吹一下水 我覺得可以測試到自己是不是 雞腦的一個位置 即是如果你是 未必是雞腦的 即是想變性 即是我接受不到 就知道自己不是變性 不是雞腦的一個範疇 而且最近傳了 有兩個同性戀者 在地鐵線上搏 我沒有看到 我有那段影片 你傳到可以嗎 不是 但連結已經死了 我就是看照片 他有看片 即是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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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肌肉的 然後再兩個 然後再拿回兩個一起打飛機 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 叫做真是看雞腦的 即是我不會看同性戀的 你沒有立刻想飛去 那我第一次看 是在地鐵 即是好奇 好奇的 即是我發現 我肯定不是雞腦的 那一刻那一刻 因為我完全沒有反應 我有一個 因為那一刻 我是有問自己 仆街有沒有扯機 沒有的 有扯機 為甚麼 為甚麼 是沒有扯的 我有一個 性知識想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有上網看 一個台灣的性 博士性教授 分享 江交 男人的江交 為甚麼會性興奮 女人的江交 為甚麼會性興奮 因為裡面有G點 對 因為我開始不知道 那男人的G點在哪 原來是在那個 前列線 男人的前列線 大家也知道 是 然後在江門 那條通道 江門 然後小腸 會有一點可以碰到 對 碰到前列線 那個點 原來就是江交的G點 所以男人江交 是會獲得高潮的 在那個位置 所以兩個都會射的 然後 女人的江交 就不關前列線的事 因為女人是沒有前列線的事 那女人的江交 那個興奮點在哪 原來就是因為江交 進去江門裡面 然後擠壓到 陰道 那個 G點 範圍的肌肉 就是G點 是一點 不過你可以用陰道那邊 碰到 用江門那邊 碰到 江門那邊 不是碰到G點 是碰到 你陰道 肌肉 的後面 整個肌肉都會刺激到 所以是陰道帶來的性興奮 所以 都會有江交的興奮 而不是真的碰到 陰道裡面的G點 是陰道裡面的肌肉 那看完之後我就覺得 這次我掌知識了 之後 因為我又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不明白江交 為什麼會 HIGH 原來本來是有得HIGH 原來是真的有得HIGH 我是想不明白的 這個是掌了我知識的 當然掌了我知識 那些目標不好 好 我們再說一下MISS 今天時間是差不多的 是 你有沒有什麼想說 咦? 好像有話要說 是呀 是呀 是不是要什麼 還是我們講網路 要分享 是呀 是呀 我有兩件事想分享 請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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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呀 不是呀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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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如果大家 有興趣想學人民的 歡迎PM我 是 是不是你的IG 會放在留言 和資訊上 都會看到阿B的真身 是呀 是呀 是不是我加那個 還是另一個 你 我追蹤開你的IG 你有追蹤我嗎 沒有嗎 有泳衣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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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那是不是那個 是呀 我看到阿B的泳衣照 是呀 是呀 留言全部都是JED 是健康的 是呀 看到阿B的樣子 是呀 起碼這件事先 男觀眾整天求IG 終於求到了 求到了 還可以跟阿B學日文聽 是呀 歡迎PM我 是呀 還有接下來的星期六日 我會和幾個partner 一起在西貢有個市集 西貢 西貢 是呀 那我星期日 應該很多不同的東西都會有的 是呀 甚麼呀 你打光顏色這樣做甚麼呀 是呀 阿B老師應該會買一些手工製的東西 是 哦 手作仔 噢 你老美 做甚麼呀 他們兩個打眼色呀 你繼續說 你繼續說 是 如果我想叫我真人 歡迎 一是就給錢學日文 一是就星期一 星期六日都有 但我星期六那天就 不在 星期日我就會在那裏 歡迎大家來看 那你的手作仔是甚麼呢 你的手是怎樣的 我告訴你 你猜到手作仔 你猜到手作仔 你以為天命不停拍我就叫我做這 喂 我不是叫你 我是提醒你 你提醒我做這個動作 那是甚麼手作仔 手鏈 擺設 家裡的擺設 還有少量的口罩鏈 口罩鏈 像SM那樣 含不不不不 好像頸鏈那樣的 我只是認識這些 好像頸鏈那樣的 勾著在口罩的繩子 即是令它綁緊一點 應該是有一個飾物感的存在 即是你戴眼鏡 但有一條鏈固著 你一戴眼鏡就扭著口罩 幻不幻想到 沒關係 我只是幻想到那個球 原來是那個球 含著那個球 我只想到這件事 大家其實在一個感情台 會逐漸了解到白兵的性癖 我是不好這一味的 我不好含著 也不想別人含著那個球 白兵了解白兵是輸壓台 這個是輸壓台 你將那些幻想在這個台上 盡情釋放 人家在視習中買這些球 那些人會說 啊 怎樣含著它 還有怎樣做手作仔 手作仔 你的手很噁心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呢 就是因為 咪前 我們男孩子 不知道你們是不是 我只是說我讀男校的時候 成長以來就講開 男生打飛機 就稱之為手作仔的那個動作 所以咪前一聽到阿B會在市集中弄些手作仔 我就想到 弄手作仔 然後天命就跟我說 待會再說了 我記得了 剛哥還說 他能不能接受到的 我還說阿B能不能接受到我感情 之後天命勁 當然能接受到 是我的老師 他剛才不停拍 我想什麼 我也想不明白 我也想不明白 原來又要提我手作仔 你的手作仔OK 大家現在大概都知道 光哥是有多下流 說一次 各位觀眾 阿B的手作仔OK的 我幫你宣傳多了一句 我的飾物很漂亮 是這麼多 這個其實不止是白癡的書額台 詳情的資訊 留言 我會知道 有IG和有西貢市集 好 今集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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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